视频中坐在坦克中的状态 是英国500公斤 是英国500公斤 这是他前几个月给儿子购买的坦克 今天快递终于给他送到 由于他儿子还小还在上学 所以他先自己开着 这坦克刚刚送到 对于霍儿来说还是有点手声 因为他没有方向盘 只能通过左右拉杆控制方向 加速刹车换挡只能通过脚实线 他有六个前进挡和一个倒车挡 采用的是捷豹六缸汽油发动机 最高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 最主要的是这个空间 相对于他这个体型 有点狭小 在去接他儿子之前 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先去给坦克 423升的油箱加板油 这是英国皇家轻武器工厂 在1960年代 开发的30毫米拉登加浓厚 30毫米弹药包括高爆弹和穿甲弹 可以刺穿除坦克以外的 几乎所有装甲车辆 当然霍尔白的这辆已经经过改装 装了后视镜买了保险上的车牌 其实在英国不管你是坦克还是装甲车 只要你符合道路行驶的相关法律法规 都能给你上牌 开坦克上马路就是爽 别的车都不敢插队 也不怕遇到陆路证 马路上直接转弯开进加油站 就是这么毫横 由于英国的加油站一次性只能加100升 就需要进去结账一回 所以霍尔花费了824英镑 加了4次到400升 就赶紧走了 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放学了 如果儿子看到自己的爸爸开着一辆坦克 来接自己放学 这牛逼可以彻底寻清 他的儿子一看就和他老爸一样高调 这么小就开始学着染黄头发了 当他看到这辆坦克的时候 心里已经乐开了花 此时最期待的可能就是自己喜欢的姑娘 能够从这路过 看到这自豪的一幕 当这个小胖子爬上坦克 准备回家的时候 他就成为了这条街上最亮的仔 旁边的同学已经缠哭了 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他的童年也在此刻已经圆满了 这是属于男人的快乐 一转眼就放下来 小孩子又不开心 作为父亲我也不开心 唯一不开心的可能就是 马上要见到的孩子他妈 因为好几个月到现在 霍尔都还没给他老婆交代买坦克的事 怕是只能给孩子他妈说 这是抽奖送的了